同學那接下來我們看一下那個 單元11空間中直線與平面的複習 那這個部分我們先跳到重點是來看一下空間中的直線應用 那我們把2跟3先跳過是因為那都是平面 我們再慢慢講 那直線的部分我們已經學到快爛掉了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簡單的再把直線再做最後的總結 讓大家有趕快把它了斷 那我們一樣在空間中決定直線的條件我們已經講爛掉了 就是一個點和一個方向 那方向的方式有哪幾種呢 我講的也快爛掉了所以我就不講了 那我們這邊的話就是針對點向式的方式 就是方向跟點我們快速的把它寫出來 就是對稱比例式的部分就是你通過X0 Y0 Z0 那隨便的你要在線上的任何一個點 基本上所形的這個項量要跟ABC乘比例 好那乘比例這個我們稱為對稱比例式 好那這個對稱比例式有沒有瑕疵 當然是有啊為什麼 因為你既然把方向上寫到分母 那你就不允許任何方向量 有0的機會出現嘛 所以這是蠻霸道的嘛 所以這有瑕疵 所以後來我們直線參數式就呈現出 它可以修成這個 它只要怎麼樣 你從S0 Y0 Z0出發 那出發之後往什麼方向走 就從ABC的方向走幾倍 走T一倍 好那你就用這樣子去形容它 那它就會變成所謂的什麼 參數式 那T給它屬於R 那你也可以控制T的範圍來得到它是直線的某一個區塊 好那第三個叫兩面式 那兩面式的話 顧名思義就是利用兩個平面交集所得 所以它基本上只要寫出兩個平面的連立方身組就好 那這兩個面有什麼條件 第一個不從合不平行 好那怎麼快速的寫出來 所以那個時候我們有講過 你只要這樣子寫 這就是一個平面 對不對 這樣子寫 它就是一個平面 就前面這兩個 你把它寫一遍 這樣寫一遍 再來這邊 這樣子 這也 給它寫一遍 好這個 這就是兩面式 好那 可是有時候我們兩面式拿到之後 怎麼要去 找到這兩個 這兩個條件 所以兩面式的導推 點跟向 那我想點的話應該不是男式 那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這一個兩面式要去找點 我說過兩個面竟然不平行就有焦點 那焦點怎樣 處處都是焦點 你就是焦點多到你數不清 所以 既然數不清 那何不 假設一個是0 所以當你一個是0之後 你就很好算 為什麼 因為你只要去-s加2y -6等於0 因為你z等於0 那另外一個就是2s-3y -5等於 那我通常也會說 老師那你為什麼要設定z等於 那我答案一句話 我開心 因為係數看起來不好看 你就把它消掉 就可以 好那所以這個地方 我們還可以繼續做 好那解連例的話大家應該會 所以這個充勝2 那障點下 所以就得到7y 點多少 就-7過去7 所以y等於1 那把y等於1 代用去-3-5等於-8 移過去8s等於4 所以410就是得到點 好那方向的部分呢 方向量的部分的話大家就要想一下 你這個平面基本上有法向 這個平面也有法向 這個平面也有法向 那你的方向量是不是要跟這兩個法向垂直 所以那個時候我們前面有訓練到yG 所以方向量我們可以只用 1-2-3去close2-3-1 那這個yG出來我們有 運算規則 那行列式也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 23-3-1 1-1 夠點 好那這樣 3-1 注意一下3再寫1 那-1再寫2 夠點 最後一個 1-2 2-3 好那這樣就可以得到 它的什麼 它的方向量 所以這個-2-9 就加97 再來 6-1-7 對 好那這裡-3-4-7 1-1-1 這樣可以嗎 好 所以我們也可以說它是等價於1-1-1 那有像 有點 好那就點像式就出來 好那這裡空間中直線最後我們介紹給大家的 好 可是我們在空間中直線的關係 它就從 以前在平面上的平行重合交易點 變成多一個歪形 所以在空間中直線跟直線關係 是我今天要講的重點 那這個重點就是 它既然可以分成平行重合 交易點 最後又多一個歪形 那這個時候我們該怎麼想 好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將它做一個分類嘛 所以我們剛才高二的時候講過分類 所以我們先進行了什麼 它們的方向量如果是屬於平行的歸類 不平行的歸類 好那平行的話當然就分成兩線平行或重合的時候 它們的方向量就會平行 OK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就簡單的分類好 那如果不平行再可能就是交易點 有可能是歪形 歪形的話它們就有一段距離 OK這樣可以嗎 所以這是我們的分類之一 好那這個時候 讓你分到這邊 接下來該怎麼樣再把它處理掉 其實很簡單 因為這兩個圖讓你知道 你的第二個動作 那第一個動作的話利用方向 利用 方向量判斷 所以兩條線的方向量 判斷 好那判別平行那就是左邊 不平行就是右邊這一類 好那到了第二階段呢我們要用什麼 好那左邊這一類的時候當然要分成這兩類 特別有它的第二個動作 好那這個動作的話 好那這個動作的話 在L1上認取一點 好這個時候帶入L2 好你看L1上認取一點 好那個P 在L1上認取一點P 這個時候你可以發現 如果他們L1平行L2的話 這個時候怎麼樣 帶進去就會有兩種可能性 兩種可能性 第一種不合 第二種合 好在方向量平行的時候 如果L1在點 會在L2上 那不在L2上 好所以不合的話就不在 不在的話那就是發生什麼 L1平行L2 如果合的話 L1 L2怎麼了 重合 OK這樣可以嗎 好所以你看這個很直觀嘛對不對 所以也很輕便 好但是如果他們不平行的時候 這個時候我們一樣 L1上認取一點帶進去好不好 當然不好 你看L1上認取一點 它也不在L2 這取也不在L2 所以這個很難有一個區隔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要去思考 這個圖形跟這個圖形最大的差別是 以前在平面上看得到 焦一點 可是到了空間才跑出歪斜 所以也是歪斜 也就是說歪斜是什麼 空間獨特 獨有的特性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應該要用空間獨有的特性 來思考他們兩個的分類 那最簡單的分類方式很簡單 就是利用空間有體積 好那空間有體積這件事情的話 我們怎麼去想呢 好這個時候我就教一下大家 所以我們就改成L1 不是取一點 而是L1L2上各取一點 好那分別為P和Q 所以比如說L1它上取了這個點 P L2上取了一點Q 好那這裡L1上取了一點P 好Q 好那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做出相量PQ 好那這個時候相量PQ 就出來和V1 V2 去執行行列式運算 好那行列式運算加的絕對值 其實就是在講什麼 這個相量和這個相量和這個相量 這個什麼 體積嘛 好那這個時候他們在講體積嘛 可是我們可以知道 共面上的這交易點是共面 共面的話就會發生什麼 其實沒有體積嘛 那如果不共面的話 那基本上算出來是有體積的 那有體積的話就不會等於0 所以在這兩個情況之下 我們就可以輕鬆的發現 這叫做交易點 這個叫做歪斜的可能性 我們就判斷出來 所以我們在想這種問題的時候 不是硬算齁 我們就慢慢來 不一定要去把交點找出來 跟找不到交點 這種問題來處理 這樣很累 所以用體積的方式去想就好 好 那第三點 那線跟面 那線跟面 最好判斷 為什麼 因為線跟面 基本上只有這三個 所以請問一下同學 那你們的分類方式有幾種 幾個步驟 做錯了 那第一個步驟我想 很簡單 就是對你來講的話 L1 它最獨特的是 L最獨特的東西是方向量 那皮面最獨特的是什麼 是髮向量 所以我們在這樣一個環境之下 我們來做出我們的第一個判斷 第一個判斷的話 我們利用方向量 諾 和平面的髮向量 好 那我們不用去注意 註記 V是L的方向還是平面的方向 因為平面沒有方向 好 那我也不用去註記 這個N是直線的髮向還是平面的髮向 因為在空間中 直線不會去訴說它的髮向 OK 好 所以如果我們今天發現V 諾和N 發生什麼 揚走 垂直 可是你看我寫文字 這樣很煩 所以垂直跟不垂直 其實可不可以用一個運算來代替 很好 有什麼東西說 其實就是什麼 V.N等於0 跟V.N不等於0 很好 那等於0跟不等於0的話 就將它分成兩類 哪兩類你知道嗎 如果DOT等於0的話 你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就是什麼 線跟面可能產生平行的機會 或者是線跟面產生的什麼 重合的情況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就會分類出1和3 這兩種情況 那如果不等於0的話 那基本上就是2號情況 好 你看我已經把2號再選出來 所以這個時候如果要再去採選出 後面這個1跟3的差別的話 我們再去從線的特性 你請看線 上任一點 線上任一點 1和3 有沒有發現 你可以透過什麼 L1上任取一點 L 任取一點 好 那任取一點PA 代入1 好 那代入1的話 你可以發現一件事情 它只有兩種可能 和和不和 那和和不和的話 你就會知道 如果你做到平面上 那和的話 那你就是3號圖 那如果不和的話 你就是1號圖 為什麼 就平行嘛 你看就判斷完畢了 OK 所以我們先介紹這個 讓大家去了解說 你心中要有圖 你才會去判斷放程式 不要以為放程式 就可以幫你解決全部的東西 好 那以上重點是 應該就還蠻清楚的 好 那後面的練習題應該 還OK 大家可以自己試試看